人道主义和国家安全谁比较重要 最近欧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受到了两大危机事件的影响 美国国会和许多美国人对已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的五名塔利班恐怖分子 交换一名美国在阿富汗被俘虏士兵的这项行动非常不满 再就是在南部边界涌入成千上万名来自中美洲国家无人伴随的无证青少年偷渡客 也在全国掀起了轩然大波 欧巴马总统一直在以牺牲国家安全换取人道主义的这件事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美国的政客们也开始指责欧巴马总统并未在交换塔利班囚犯行动之前召会美国国会 他们还声称欧巴马总统释放这五名在恐怖分子名单中最危险的塔利班囚犯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欧巴马总统始终坚持 他永远不会后悔将唯一在阿富汗战争的战俘包围伯格达尔士官交换回国的这项以一换五的不对称行动 美国军方的基本人道主义原则就是 不遗弃任何一名士兵 总统也告诉全国 这项高难度交换战俘的行动作业必须要保密且迅速执行 否则伯格达尔士官在俘虏他的组织手中越久 他的生命就越是危险 然而 这个说法却引来了另一个争议 就是伯格达尔士官早在2009年6月晚间就因擅自离营而非在战役中被俘虏的 接下来的大量无人伴随的无证青少年偷渡客的问题似乎与恐怖分子无关 但依然会将国家安全推向危险之中 据难民安置局的资料 无证青少年的数量已经从2000年年初起 大约七八千人飙升到2013年的24668人 而该机构在2014年的上半年就已接待了超过42000人 不像成年的非法移民一样 驱逐这些青少年移民的过程是复杂而又漫长的 他们之中有些人最终还是永久地留在了美国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洲国家的父母们 一直要将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的主要因素 这些孩子并非偷偷摸摸地溜过边境巡逻检查站 或缩在更北边的安全卡车住所内 而是蹲在提案上等人来逮捕他们 全国边境巡逻局的当地分会副会长 克里斯·卡布雷拉说 不像以往一般偷偷地深入德州各处 他们选择主动自首 让美国有利于青少年的移民政策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也会令联邦的财务负担更加恶化 漏洞百出的南部边界 目前正在向那些想来美国做坏事的人招手 德克萨斯州州长瑞克·派里说 在南部边界 宪政逮捕到许多与恐怖主义有实质关系 如巴基斯坦和叙利亚等国家的人 而人数之多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人道主义是否应该凌驾于国家安全之上呢